汪峰一次出轨被张子怡抓 35亿财产分配惹争议 这段8年的婚姻究竟经历了什么 10月23日 汪峰与张子怡在社交平台上 分别正式对外官宣了离婚 此消息已经曝光后引发了热议 很多人都对此不敢相信 甚至还直呼也不太意外 其实他们二人的离婚早就有借客群了 因为他们的恋情刚被曝光时 就遭到了张富张母的反对 因为他们觉得汪峰离过婚 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但架不住张子怡的坚持 所以张富张母只能同意 而且自从他们结婚之后 就曾多次传出过婚变的消息 但他们夫妻二人的工作室 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辟谣 外加二人的合资公司只剩下了一家 而且汪峰与张子怡连续五年的时间 为对方庆生 今年却突然之间中断 所以多种原因表明 二人的婚姻早就出现了问题 果不其然 这次就在大众都议论纷纷时 二人对外官宣了离婚 但对于离婚的原因 他们却从未对外提及 但据说 是汪峰在外云嫩模约会 被张子怡现场抓包 而且这个猜测还遭到了 其前女友葛惠杰的肯定 他曾在直播中声称 汪峰不仅十分喜欢长腿美女 而且他与张子怡的夫妻形象 都是表面的 除此之外 还有爆料称 汪峰与张子怡的婚内 共同财产高达35亿 而张子怡却只拿走了7亿 至于这些爆料究竟是真是假 我们外人无从得知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张子怡对于离婚一事 绝不会后悔 因为在某档夫妻类旅行节目中 张子怡被问到 如果汪峰在外出轨怎么办 张子怡的回答十分霸气 有此可见 张子怡在感情中究竟有多么果断 而反观汪峰就不一样了 感情之路十分的坎坷 先后有过三段婚姻四个孩子 孩子们的差距如今也是堪比云泥之别 同样是汪峰的基因 将张子怡女儿与葛惠杰女儿一对比 差距简直是一目了然 当年33岁的汪峰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年仅17岁的葛惠杰 二人一见钟情后 便迅速天雷勾地火走到了一起 葛惠杰在18岁时 就为汪峰生下了女儿汪曼希 由于葛惠杰年龄不够 所以二人并未领证 让葛惠杰更没想到 生下女儿一年后 汪峰便以葛惠杰不会照顾女儿为由 提出了分手 女儿也被判给了汪峰 但汪峰为了发展事业 便交给了老家的母亲 葛惠杰在采访中承认 自己当年是年少不知 而且他也爆料称 汪峰在其怀孕生子期间就有了外遇 从此之后 葛惠杰就动不动就各种讽刺 汪峰人品不行 但其女儿汪曼希 却没有受到母亲的影响 出落得十分大方 而且因为跟着继母张子怡生活 与葛惠杰的关系也十分疏远 不过汪曼希可是继承了妈妈完美的基因 17岁的她不仅身材高挑 而且还有一双大长腿 而反观张子怡的女儿行星 就没有继承妈妈张子怡的基因 如今7岁的行星 不管是脸型还是五官 都长得不像妈妈 上镜也不是很好看 除了行星外 其儿子弟弟的脸型也比较像汪峰 但值得一提的是 别看行星长得不如姐姐 但她的童年生活 却比姐姐要幸福得多 不仅有爸妈的呵护 而且还有姐姐的陪伴 这一点就让汪曼希羡慕不已 但值得一提的是 汪峰可不只有这两个女儿 她还有一个十分低调的女儿汪景怡 她的妈妈是汪峰的第二任妻子康作如 自从离婚后 汪景怡就跟着妈妈生活 从不公开露面 但这也不意味着汪峰不爱她 相反 她在汪峰的心里始终占有一个位置 因为只要汪峰在北京 她就去看望女儿 玩耍聊天看电影等等 让汪景怡从未缺失过父爱 如今三个女儿都已经长大 都十分的优秀 可见汪峰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但她一定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打死汪峰也想不到 自己嫌土的歌被刀狼八十万捡漏后 竟大火 2010年 电视剧《我是特种兵》正在筹备中 导演特意找到汪峰 想让其来为自己演唱片尾曲 价钱时间什么的都好商量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汪峰在听完小样后 立马就婉拒了导演 理由则是自己嫁衣不了这种风格 其实真实原因则是 汪峰嫌弃这首歌太土了 不愿意唱 导演无奈之下只能离去 但刀狼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不仅毛遂自荐 而且还花八十万 彻底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 最终在刀狼的演绎下 这首永远的兄弟彻底爆火 不仅连续三个月霸占 各大歌曲榜单榜首 而且刀狼也因此再次翻红 而汪峰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是后悔不已 其实他们二人心胸的差距 早就有迹可寻 2019年 小沈阳在翻唱刀狼的歌成功爆火 之后 小沈阳也是多次在各大节目上翻唱刀狼的歌曲 但对于此事 刀狼却非常感谢小沈阳 因为他觉得小沈阳的演唱 为自己的歌曲注入了新的火力 所以他对小沈阳十分看好 也正是因为如此 刀狼与小沈阳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而反观 汪峰就没有如此之大的格局了 当初旭日阳刚凭借翻唱汪峰的春天礼成功爆火后 便收到了汪峰的进唱令 为此汪峰遭到了很多的质疑 但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汪峰的经纪公司本想将旭日阳刚给告上法庭 但汪峰觉得他们身为一个农民持分的不容易 所以便让公司助手 而他之所以发布进唱令 也是为了让旭日阳刚走得长远 毕竟没有一个歌手会因为翻唱一首歌曲而火一辈子的 只有创造出自己的代表作才能走得长远 但可惜的是旭日阳刚并没有做到 如今二人已经在娱乐圈查无此人了 人人只看到了汪峰的狠心 却没有看到他真正的良苦用心 这或许就是人性丑陋的一面吧